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人在一起吃了顿饭 小张对小芬很满意 这个女的呢 就是说这个 说你看这个男孩子也不错的嘛 长得也挺好的 你看这个也比较这个比较温柔的说话 也很体贴的对吧 就是说你看你就同意了吧 同意了嘛 现在我买个纪念品嘛 然后以后呢继续发展那样的关系嘛 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 小张买了一根黄金项链作为礼物 第一次约会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两人回到各自的城市 但是当小张再次联系小芬的时候 却发现小芬一直关机 小张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思来想去之后 小张决定报警 而此时 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们 已经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案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 其中一起案件的嫌疑人的手机号码仍在使用 我们侦查人员就扮演成男性 外地的男性 然后跟他们进行联系 熟悉了之后 扮演嫌疑人就约了我们的侦查人员出来见面 2013年5月 民警扮演成的外地男子如约来到见面的地点 而这次来赴约的仍然是两个女孩 两个女孩顾忌重演 很快被办民警抓获 经过审讯民警发现 两个女孩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是怎么走上诈骗这条路的呢 王燕 今年26岁 2008年从西安某大学毕业 之后他留在了西安工作 在一家小公司做职员 月薪1200元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急于改善生活条件的王燕 一直想换一个待遇好一点的工作 后来听了同学的介绍 决定到林海去闯一闯 说这边公司大约各方面都挺好的 他就说那边是做什么药品推销的 然后所以挺好做的 反正就给有一种诱惑嘛 工资挺高的 还有那个也不是多累的 我就相信他就过去了 2010年冬天来到了林海市 找到自己的同学 同时考察了同学所说的公司 因为十分相信自己的同学 同时公司领导也都十分热情 很快王燕向父母借了2万元钱 加入了公司 成为了一名高级业务员 王燕刚加入公司不久 公司里又来了新的成员 是一个名叫李莉的女孩 李莉毕业之后跟着男朋友来 她一来公司就开始询问公司的产品 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考察 考察完公司后李莉也找父母 借了2万元钱 交给了公司 成为了高级业务员 两个女孩本以为可以开始大展宏图 却没想到她们根本拿不到一分钱工资 王燕李莉每天的生活 除了上课培训 就是给亲戚朋友打电话 邀请她们加入公司 公司的主任说 她们发展的人数越多 级别就会越高 级别越高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王燕和李莉两个人都是2010年来到这家公司的 刚来也知道这条件很艰苦 但是希望还在 他们觉得只要我努力工作 那过不了几年我就能升职 职业前景非常广阔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 为了发展更多的下线 王燕和李莉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联系了一遍 这之后 公司的主任又开始教王燕给陌生人打电话 教我们怎样就乱拨打电话 通过拨打电话 你就是随便编辑11个数字 就拨打电话 拨打那个电话之后 然后因为他那个话费 他都让你自己去解决 就是拨通了之后三秒钟就把他挂了 如果对方有人跟你回的话就跟他们聊天 公司领导告诉王燕和李莉 只要坚持努力工作 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升级成主任 经理甚至总监 升级之后工资待遇等方面都会提高 经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看到他面对我们的时候 就是生活非常富足的 我们都是认为就是吃这一段时间的苦 但你自己会就是坐上去 做到经理或者总监的时候 你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吗 你为的是就是以后能够得到多演回报 经理级别算是周产阶级 有自己的私家车 年薪超过20万 这是杜拉拉升职记里面的片段 而每个第一层的传销成员想象的职业前景 也应该是希望自己能够从基层员工 到经理总监总裁 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富人梦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公司的制度严格 每一级别的人只知道自己级别范围内的事情 业务员级别的人是不知道主任们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 胡盈三年前被提拔为主任 负责管理林海其中一个寝室的十几个人 提拔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 最起码首先得听话 意思就是怎么说呢 不能跟上面对着干 那生主任的工资会高吗 没有 不会的 就是每个月生活费给你减快钱 然后自己去解决 每个寝室每月的生活费有一千元钱 主任的职责是负责向上一层的经理要着一千元钱 并且根据自己寝室的情况分配这些钱 那么经理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公司许诺的月薪过万是不是真实的呢 胡美是胡盈的表姐 升级为经理三年 他管理林海市的六个寝室 那我主要工作就是他们下面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然后意思跟我探讨一下应该怎么去办 但是大的方向还是他们去把握 经理的工资是按照业绩拿提成 规定每个月工资一万多元 可是胡美说他拿到手的工资最多也就几千元钱 因为他要负责六个寝室的生活费用 但是给我开了一万零五百的情况下 我还得给下面有六个主任 我还得给他们每个月一个人生活费 就是照顾下面 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就是主管一个人一千或者是一千二 然后照顾他们的基本的生活 然后当时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那钱其实算来以后也就是一个月 也就几千块钱 也就三四千块钱 然后除掉我自己租的单身公寓几百块钱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生活开销 其实跟我送不了几个钱 我感觉跟打工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经理的上一个级别是老总 这个级别的人物是公司里的业务员最羡慕的职位 光鲜亮丽 传说每月工资二十几万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杨某一直是公司里人人敬畏的杨总 可是对于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 他却有意外一种说法 那你主要管哪儿啊 我们都没知道了 你的那个管理权限啊 或者你主要是管哪儿 我哪都不管哪都管 这个行业也不是说是就你们接触到我们这些个人 接触的多了 对吧 都知道做这个行业有一万个人里面有几个把钱赚的 剩下那些都是傀儡 这就是传销组织的真相 这样的传销就是给所有的成员编织一个美好的谎言 让大家都相信 只要你努力 你必定能成功 当然王燕和李莉也不例外 但是传销的主要目的是谋取非法利益 它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传销活动的打击力度 与此同时 王燕他们这个所谓的保健品销售公司 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转型 不做传销了 改行了 你别说 这伙人在怎么骗钱上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他们发现通过手机电脑这些方式寻找陌生人交朋友 更容易发展下线 尤其是以美女的名义来相亲交友 然后在买个见面礼 让对方出点钱 往往会有不少男性上钩 所以他们就干起了相亲骗钱的营生 2011年下半年 这个传销组织成立了一个以相亲交友为名的机构 他们还给这个机构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感情邀约 什么方式都有吧 比如说在QQ上加个好友 两个人聊一聊认识一下 包括打个电话 有的时候电话打错了 然后人家对方听你说话 没有什么恶意 然后正好他也无聊 他就跟你聊聊天就交个朋友 公司的成员被分成聊手和拖 分头行动 男的负责在网上发布征婚信息 用QQ微信 非信等多种方式寻找目标 聊天搭讪 公司里的女孩自然就是拖 负责打电话 如果对方答应过来见面 主任就会派出两个女孩去赴约 就是我带个小姑娘 然后跟她一起去 然后就是去了以后 她感觉听我们俩说话 谁向她聊天的那个 然后谁就做那个跟她聊天的那个情 另外一个就是她的朋友 两个女孩各有分工 一个人的角色是对方的网友 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则是女孩的闺蜜 她的任务是劝说陌生男子买礼物 如果对方愿意购买礼物 那么两个女孩会带着她一起逛街 而购买的礼物公司也有规定 明确指定了要购买黄金 按领导安排 就是说去让她 就是说她身上有多少钱干嘛 让她把她的钱去花了 去去买黄金 上面领导的要求就是 能买黄金就买黄金 你要买不了黄金买别的 然后的话也会安骂的 会被骂的 会说就是 你心思不像干这个的 你就为了吃为了穿 就这样说说的很难听的 如果对方表示出不愿意购买礼物 那么两个女孩会另外想别的办法 对方购买了黄金首饰或者打了钱之后 两个女孩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离开 因为只是打过电话或者网络聊天 对方并不知道女孩的真实身份 公司员工将骗来的手势 全部交给经理保管 由经理如数层层上交给公司高层 因为配合默契 王燕和李莉经常被分配到一起完成任务 直到2013年5月 两人被冒充前来相亲的民警抓获 2013年5月5号 临海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以李莉和王燕为突破口 顺藤摸瓜 兵分五路 对这一犯罪团伙实施了抓捕 我们当时调集了200余人左右的警力 对于这另外的五个点 对五个点同时进行抓捕 一共抓捕了62名犯罪嫌疑人 案件的侦破工作很快结束 一常常以骗取金钱为目的的感情邀约 终于收场 62名涉案人员一共骗得黄金手势上百件 价值40多万元 此外还有现金50多万元 即将面临审判的李莉王燕 对于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爸爸妈妈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 我陪在他们身边的事情 也不会太久了 以后我想 好 好好的陪在我爸爸妈妈身边 我真的好后悔 后生为第一步 我就走错了 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由于案情复杂 涉案人数众多 2014年1月 临海市人民法院分批次 开庭审理了这起传销诈骗案 公诉人员的名单 什么民主啊 严格依照法律 妥善慎重的处理 对于为首的 要严厉打击 对一些被骗的 错犯的 恶犯的 我们按照宽约相继的形式政策来 依法重新处理 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我国大力打击传销以来 传销的恶名早就传遍天下了 但是往往最容易被骗的 就是像王亚啊 李立啊 这样的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怎么会有那么多大学生 前赴后继加入传销组织呢 不少人都说这是大学生啊 缺乏社会经验 而且现在的社会就业压力太大 所以他们有点积不择实了 传销骗子们正是利用了大学生这一点 给这些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编织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 或者他告诉你 干这个比干什么都挣钱 挣了钱你就能孝敬爹妈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传销是什么 谁不知道啊 上当的人只能自己找原因 可是看看今天的案例 骗你钱的人可是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这个案例不光对大学生 对所有人都是个警钟 您要是不小心也碰上了这样的事 二话别说 报警 我是盧一鸣 您先走 黑暗路口 黑影出没 他有着怎样古怪的举动 警方出其不意将其抓获 什么样的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 家人心中的好孩子 他人眼中的海龟精英 为何会变成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 背后故事令人唏嘻 是什么让他走入迷途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迷失的海龟